你覺得柯震東很冤枉嗎 嗯 什麼意思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好像比較冤枉吧 因為媒體還寫說 我被拒絕 周思琦 衝出去 天下無敵 周思琦 三子嫻 風三子嫻 下大氣 一起 三子嫻 周思琦 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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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群日前傳出將出走啦啦隊 遊藝轉型為藝人 17號他出席球團活動 公布自己背後為群群的諧音七七 讓謠言不公自破啦 我們其實在每一年的 大概九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會決定 明年要不要留下來 所以我其實也蠻納悶說 怎麼會有一個這樣子虛屋有傳聞 很多球迷就會開始很緊張 想說天哪 怎麼突然離開了 所以後來才決定說 還是發一下限動 讓大家知道說我還在 體力上跟時間上 都還是可以的情況下 我是目前沒有考慮要退出 所以跟震東有區 或是全程有區 他有可能有多一些戲劇 有什麼包吻 請你沒有考慮他是要挖進去 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完全沒有跟他聊到工作 或者是也沒有跟任何其他的公司 聊過說 我有意想要簽給別人或什麼的 你覺得客人都很冤枉嗎 嗯 什麼意思 我覺得 我好像比較冤枉吧 因為媒體還寫說 我被拒絕了 現在感情狀況是否還單身 群群笑說 Yes 單倒不行 我有跟您兒講 可惡為什麼記者要斷我的桃花類 這樣寫怎麼會有人追我呢 而成軍十年的中信兄弟啦啦隊 隊員維持去年的17人 除了前隊員Julie回歸 也另外加入兩位型成員 哈囉大家好 我是Julie 我選的背號是110 因為我是7月10號生日 然後我是中資蔡依林 哈囉大家好 我是Julie 我選的背號是7號 一方面是因為我的月份是7月出生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我覺得慶這個數字 很像表演完站在舞台上幹 謝謝大家的姿態 哈囉大家好 我是新隊員曼榮 那我會選擇18號當我的背號的原因是 兩年前我踏進啦啦圈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選了18號 啦啦圈給我 我會就是 我希望可以提醒自己 就是不忘初心 然後繼續在這邊努力 接下來請大家多多指教 我想越來越多學妹進來 會不會覺得說競爭也比較激烈一點點 其實不會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也很喜歡看學妹 我覺得曼榮很可愛 欺負她有一種 快樂的感覺 曼榮有點太仙了你知道嗎 一人這樣一人這樣一人這樣 她可以這樣子 1 2 3 上安下 1 2 3 上安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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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欺負她有一種 快樂的感覺 1 3 5 5